欢迎出带有点新闻 和WATKTV联合制作的世界市米环关香港市 大家好,我是Dr. Raymond 郑昆 大家好,我是彭宏基 大家好,我是吴俊鱼,大鱼 大鱼,今天星期有什么新闻? 今天星期是商务部4月12日宣布 将会调查台湾对中国大陆贸易限制的措施 所进行的一些贸易壁垒 涉及的产品超过2000行 还引起了台湾地区民众和政府高度的重视 他们担心对台湾让利的时代即将结束 大鱼,上年8月27日 当时台媒台湾的媒体这样报导 国民党或六方当面确认 还说是不会终止两岸的ECFA 即是海峡两运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是不会取消的 所以有恃无恐 看死你不会停止 谁知道你就停止了 即是十足十的小朋友 爸爸不骂,妈妈不骂,继续瘀 日到日到日到天,爸爸妈妈受不了 就腾跳就离了 不过这个都未正式说会停止 只不过说我们会调查一下 看看是否这件事 当然大家都心知透明是绝对有的 其实说真的大宇 其实这个EFCA框架协议 如果你再看看 其实最初最初成立的时候 即是有这个框架的时候 当时只不过真是为了台湾地区而设 原因是我们国家说的是发展中国家 他们就不肯用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去做事 一定要用发达国家 或者是发展了的国家 所以不能够用一模一样的WTO框架 又不能够用中国我们国家 和东盟的贸易框架去做事 所以就硬我们国家就 看到你这样我做了一条例给你 于是就做了一个ECF 其实如果不是这样的 晨组就可以用其他更方便的框架 当然这些是等于 在一个国家里面你自己有家规 不用用外面的规矩 用自己的家规去做事 其实是方便很多的 不过问题就出现了 如果一次异、两次异、三次异 那么爸爸妈妈当然是拔藤条的 现在就出支拔藤条了 是不是啊 彭教授 不要说到那么严重 不过你要看到一样 这个安排里面都分得很清楚 因为就是国内的 和国外的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就是国外是一个国际性的 那么今次他们说 要讲到去到这个WTO 申诉也好 就是这个研究也好 其实就是想 拿一个国际的那个规矩 来告诉你 国际都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个度议上 再没有这个道理可说的了 就是说你看到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最重要是说的公平平等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根本 我们当台湾不是一个国 所以你刚才说的 自己本身的地方 加油加规是必然的 但是你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贸易的交往 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到就是 它仍然是给了这个2400项的东西 是不准它入口 但是它呢 就卖了很多回到这个 我们大陆这个情况 那么你看到一样东西 那个完全是这个 不平等的一个对 但是很特别 我们这麽多年来都不出声 为什麽呢 那你又看看这个ECFA 究竟这个基本上原来是怎样来的 对不对 这个如果没错的 应该是这个马英九的时代签的嘛 那你想想马英九的时代呢 其实呢 我们中央是对马英九是有期望的 那所以就希望马英九能够可以 引导到这个台湾的人民呢 可以走向和统 那所以为什麽要让利给你也好 帮利也好 因为为什麽中国文化 一个很强调的一件事就是 国家是一个大义来的 而我们在一个大义的面前呢 那些小利呢我们不计较的 那你想想这些情况之下 就算我们文化来说 都是众义轻利的 那在一个大的原则之下 这些利是很小事来的 那所以好了 给你着数点都不要紧要 还有一样紧要呢 就是我们要签了一个合约 是承诺的话呢 我们不会轻易去改变的 就是一言计出 事马难追 所以怎麽办呢 这个合约定下来之后呢 希望马英九能做到这些 但是马英九能做不到嘛 到后来这个蔡英文上来的时候呢 经过了这几年的话呢 更加是变本加厉 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如果不收拾他呢 是不行的 那这个不是时间的问题 而是必需要的 根本老实说 在对一些这样的人 他根本呢 他自己呢 不是有心同意 真是想好的话 你怎样对他好都没用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话呢 就是以德报怨呢 我觉得是错的 应该是以直报怨 你不正确的话呢 你就应该 说你不正确 不要这样做法 再不行就对不起了 那你就先礼后兵 所以我觉得这个兵呢 是来得太迟了 是的 彭教授 你说的马英九和蔡英文呢 时间上都很巧合的 当年是马英九的任期期间呢 叫做签订EVA 但是当时的民进党呢 是反对的 极力地反对的 但是到蔡英文上台的时候呢 照单全收 但是继续走台独的路线 而最近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最近呢 就是蔡英文川方美国 还见了麦卡锡 而同时呢 马英九就回乡制造了 接着呢 就说要宣布要调查 你有没有贸易迫累 我觉得这个时间性 是非常之有趣的一件事 刚才彭教授所说的 这个《议植报院》 我觉得是非常之对的 正正就是签订这些贸易框架的原意 就是我开放我的市场 你同时也开放你的市场 但是我们来看看 现在台湾面对的什么问题 台湾现在是没有蛋用的 它自己本身是不够蛋的 它都不让中国大陆的蛋进入台湾 反而去买澳洲的蛋 日本的蛋 听说呢 他们就买大陆的蛋 然后买回给台湾 所以很明显是一个不平等 是以一个政治的方式 来限制中国大陆的商品进入台湾 嘿 大宇啊 我之所以说 奔腾跳出来 因为这个关系 正正等于 爸爸、妈妈和儿子、女儿的关系 儿子、女儿 我都没有跟你签过约 说要养你 你自己养我 还有我不用你钱 但是他签了老爸的卡 叫老爸打算 情况不是一样 兜个圈来用他的东西 你看看 今次这件事 去到去年 连前立委赵少康都批评民进党 说是给一些吉士来 这头就赚别人的钱 那头就在骂人 不可耻吗 还有 整个亚洲周刊都有揭露 说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召集人 柯健铭的大儿子 柯健铭 还有他的小儿子柯昆耀在大陆做生意 但是柯健铭就是反对两岸经济 反对两岸的经贸交流 但是自己的儿子就在赚钱 就是披着绿色外衣的大画家 其实他们的情况 就是令我想起1996年的时候 在荷兰有一个研究文化的学者 叫Trumpanis 他提议了一件事 他说这个情况就像什么呢 就是有人跟你签了约 你就会跟着合约去做事 签了合约一起去做事 这种方法就叫做普世价值 一般是这样想的 但是有另外一种价值 叫特殊价值 特殊价值就是指 当你两边的人是有一个关系 或者是你是一家人 又或者是你好像我们是中国人 亚洲人 都是说人与人之间关系重于一切 我们尊重的不单只是合约精神 那么简单 还是尊重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 而从而去不断改进一些东西 我们国家其实是做这件事 希望改进大家的关系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去找一个出路 但是蔡英文或者民进党不是这么想 他们纯粹就是 我和你签了就是这样 你说你让你给我 我不理你了 我现在就是要这样 为什么你现在不让你给我 突然间有没有搞错 好处的就有他份 不好处的就真的吵你 总而言之就是大细超 说过就不算处 什么都是他好处才有得谈的 你不好处呢 他华智利 其实你看看这次台湾那个 真的很无賴 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清楚的 你看看一些很简单的数字就知道了 你想想我们全世界 这么多个国家 都是以和我们中国的贸易 排第一 和我们是做很多生意的 你看看台湾的数字你就知道了 在这个2022年 1月到12月呢 两个的贸易额呢 是去到这个 3200亿美元的 好了 而这个的大陆呢 从台湾呢 进口的 就是从台湾买东西的呢 就去到这个2380亿 但是因为台湾出口 去大陆的呢 就只有815亿美元 哇你又差多远啊 那就是说我明明 你想想我这么多东西要买可以买的 你又不买 是不是呢 但是呢 我和你买这么多 你想想台湾这么小的地方 喂我一定要跟你去台湾买呢 所以好明是根本是给你很多好处 但是你看到那个 台湾的贸易的顺差是多厉害 好了 你赚了些钱之后呢 拿去哪里呢 拿去美国买军火啊 你是不是气不气呢 所以你想想这样的情况之后 老实说我就觉得呢 这条藤鸟打下去的话呢 应该就已经是迟来的藤鸟 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应该一早就应该告诉你 喂不要紧要 我不是说要迫你 大家现在这样完全不对 还有 你不听话越来越离谱的话 对不起了 首先我第一样就要开刀先 所以我们说 不是不疏着这个台湾的同胞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后呢 台湾的同胞应该被压力 这个民进党 喂你不要这样 这样就离了大谱的哦 那所以你想想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不给教训他呢 我觉得是完全不合理的 不过彭教授在台湾的民众 似乎都被人洗脑了 为什麽呢 因为最近民进党的候选人 莱清德 他的公开场合并说 因为台湾为大陆作出了多年的贡献 几十年以来 总共贡献了二千多亿美元的投资额 所以中国大陆应该要善待台湾 他用这个方式来洗台湾民众的路 但正如刚才你所说 台湾一年都赚了中国大陆一千五百亿美元 他说了几十年而已 是吧 我们一年都已经亏了给他 还有那些投资 如果他们不赚钱 早就已经逃跑了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这个就是吃碗面就反碗底 所以你变成这样的情况 你不给教训他是不行的 而且这个教训很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只不过将这些合约取消 或者之类的情况之后 让你能够明白到 原来我们中国大陆的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 杰教授说 说真的 你说大陆钱是不是那么容易赚呢 我又很难说同意或者不同意 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不过我会这样想 我又用回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你觉得父母的零用钱 拿不拿得容易呢 其实乖的时候 你不问他都给你的 他见你不够 一定会救你 一定会帮你 但是你不够的时候 我当然不给你了 斗铃也没有了 刮山也没有了 这个不是容易不治的问题 是他乖不乖的问题 对啊 但是老实说 做父母是赚钱很辛苦的 所以养了个伯燕仔 我真的很生气 你想想我们香港 和大陆内地 一样是这样的关系 而你看我们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依靠大陆供应下来的 水 电 食品 还有很多无数的物品 你想想 如果我们香港 有些人真的在大陆赚了钱 来到香港 就说我又不喜欢大陆 这些人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心态 因为基本上 我们一个整个国家 和大家是会有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应该要感激 为什么人家可以供应这么多东西 你又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生活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珍惜的 彭先生 刚才你提到的 香港和台湾的比较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不过有一件事是最不同的 就是香港正在走一国两制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台湾地区现在正在争拗 第二就是我们签订的SIPA 跟台湾的EFA有点不同的 就是我们是狐狸 当然了 EFA也是说狐狸的 不过我们中方在这段期间 就是当台湾做了一些 拒绝内地的产品去台湾市场的时候 我们没有出声 所以就被说成是让利 所以SIPA是对国家、对香港也有利的 但是EFA似乎这一刻就未必是 然后大家的产品也不同的 因为香港本身没有农产品 香港最主要是一些专业服务 律师、会计等等这些专业服务 所以贸易协议 比较多是注重一些 大家的资格的互认比较多 台湾又不同了 因为它是多农产品 所以在里面谈多些 也关于农产品 甚至高科技芯片上的量会更多 而当初签SIPA的时候 香港正值是沙士的时期 真是百费待兴 所以SIPA签订了之后 对香港整个经济 有很重大的帮助 是的大宇 其实我们是行一国两制的 他们叫他认一国他又不肯 搞来搞去 然后有事的时候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也计不少内地旅行团 到台湾帮他做很多生意 他收了不少的 其实给我的感觉就像两房人 大家都是同一个家族 不过那房人 那样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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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不肯 那样又吵 你给他好处吗? 他又说你给我好处 我怎么让你让来 我不用的 你是靠我们的 在外面很多报道都说 他自己都这样说 那些报道说 我们是靠台湾的 不要病 你给了多少家用 别人还要给你用钱 还要去收你的东西 还要跟你买东西 其实怎么说都不通 问题就是 台湾地区和我们香港 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我们是一家人 台湾是用了一个 好像很西化的角度 但是他又说自己很有中国文化 就是教授 要教他一些中国文化 他们真的好像很缺这件事 他们用的那个逻辑 就是外国的思维 纯粹就是看利益 但是你想清楚一点 是不是真的台湾那么没文化呢? 不是的 是这个政党 蔡英文和他这班人 利用这一样西化的东西 说到好像不是一家人 说到好像很有介缔 其实说真的 如果我们真的不当他一家人 就很早就把他打掉了 还会跟他在那里说那么多话吗? Dr. Raymond 这个不是文化问题 这是权力的问题 根本是命返不灵 是的教授 那就真的应该出藤条了 对的 完全贊成 下个星期就和大家 世界市民有关香港事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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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的